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 听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博锋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下节课咱们是流程控制的一开始 对不对 主要介绍了 流程控制在程序中有多么的重要 对吧 咱们说了 流程控制一共有三种结构 那程序通过这三种结构 什么样的程序都可以写得出来 对不对 得哪三种 顺序 顺序结构 分支 分支结构 循环 循环结构 对吧 那咱们这节课呢 就因为顺义结构呢 就是从上到下之行 没什么好说的 对吧 所以呢 这节课呢 咱就重点介绍一下 分支结构 那看一下 分支结构 一共有这么多种情况 单一分支结构 双向分支结构 还有多向分支结构 还有潮纵分支结构 还有潮纵分支结构 都是分支 对 都是分支 对吧 也就是 上去跟他不说了吗 妹子坐公交车 遇到了一个帅哥 被帅哥领跑了 对不对 对吧 那这种情况发生 有可能有几种分支呢 对吧 用的是哪种呢 咱们说了 除了顺义结构很简单之外 分支结构有这么多种情况 对吧 也就是预法结构上分的四类 听着吗 那咱们在观解构会学什么 循环对不对 循环也不是说 就一个固定的循环 咱们一共有三四种循环去处理的 去写法对不对 那分支呢 就是不管你写多复杂的程序 遇到分支就是这么几种结构 听着吗 那什么是单独分支呢 我给你简单介绍 这点看来也只是了解的 所以呢 不如说太重点的去学习 OK 了解结果就行 比如说拿妹子上班来说 对不对 正常上班的路上 对不对 遇到一个帅哥 看一眼 对不对 然后下一站又遇到帅哥 又只能看一眼 对不对 咱下一站又上了一个帅哥 又看一眼 对不对 咱下一站 就没有搭站的 对不对 然后继续上班 对吧 所以呢 这种分支就是什么 遇到情况 对吧 执行一下 执行完再回来 再继续执行 执行完再回来 听着吗 就这样 这就是单独分支 听着吗 遇到一个情况 去把那个情况 满足条件的代码 执行完之后 再回过来再继续 对不对 所以将妹子看到帅哥 也顶多用眼神 看一眼 对吧 学学你的眼神 我学不上来 这是单独分支 那什么是双独分支呢 双独分支 怎么的 是分成立了怎么办 不成立怎么办 对不对 那比如说 妹子 坐公共车车 遇到了一个帅哥 对不对 看一眼 对不对 看一眼 有看一眼那条路 那如果遇到一个帅哥 他没看一眼呢 又会发生什么情况 大家猜 帅哥看我 所以呢 如果他看帅哥一眼 被帅哥怎么的 也是一对产生火关了 有可能帅哥就过来搭讪 对不对 然后就可以能发生什么 帅哥过来搭讪 然后吃饭看电影 吃饭看电影 是不是这样走这条路 对不对 那如果 他没看这一眼 对不对 妹子比较矜持 怎么呢 看了的话 那没看的话 心里想了 哎呀我后悔 我咋没看呢 对不对 然后就闹心呢 闹心呢 然后也坐过来了 对不对 坐过来了 回来再想又再想 又坐回家去了 然后今天班没上场 对不对 对吧 所以呢 双路分支就是两条线 你要么走这条路 要么走这条路 就像走到一个什么 岔路口一样 走这个 走这或者走这个 听懂吗 而大路分支是走一条直路 对不对 路上碰一个帅哥 对不对 也只能碰上 怎么呢 跟帅哥大完善 是不是还得走这条路继续走啊 对不对 而双路分支呢 成立了到一条路线 不成立又到一条路线 两条路线要你选择一条 听懂吧 这是双路分支 那还有什么 还有多路分支 对吧 多路分支 怎么去理解呢 多路分支 什么情况会遇到多路分支呢 你想想你今天上巴的路上 什么情况遇到了多路分支啊 那跟多路分支有啥关系啊 那比如说妹子说了 妹子比如说多路分支啊 判断 从家一出门对不对 上公交车 公交车人太多了 没上去 对吧 这条件对不对 如果上公交车没上去 然后妹子干嘛呀 打车 对 妹子跟上去 妹子打车 对不对 一打车 对不对 车没停 然后回去呢 骑自行车 对不对 一看车单又没气了 对不对 然后再干嘛干嘛去 对不对 你咋那么倒霉啊 所以呢 这种什么分支啊 这种多路分支就是 有多个条件 刚才说过分支 不就两条件吗 成立去哪 不成立去哪 对不对 多路分支是有多个条件 只要第一个条件成立了 就过去 没有这意思吧 比如说如果公交车不挤 能上去 他就坐公交车走 对不对 如果这边有的话怎么办 如果打车能打住 就打车上班 对不对 如果打车打不上 给他正车 正车没报台 就骑正车 对不对 再否则这一都不成立 那就走不了了 走路 对不对 走路呢 然后鞋子还坏了 然后这些都 否则干脆不上班了 对不对 所以多路分支就是有多个条件 对吧 你选择一个 对吧 就像比如说 我 一个帅哥 还有 楼下的那小子 还有楼上的那小子 对不对 还有观众那小子 对不对 多多帅哥 你怎么选择 对不对 如果选择我就不能选择他们几个 对吧 如果选择那个 你看观众戴帽子 对吧 那你就不能选择我们和他们 对不对 所以多路分支是多个条件选一个 是这样的情况 那什么是炒状分支呢 对吧 在程序的整个顺域之间过程 不可能就遇到一种情况吧 比如任何一个条件进去了 在这里边还是顺序的一个结构 对不对 在这个顺域结构中 有可能还遇到一情况 是不是再分支 那再跟这个情况 再遇到再分支 是不是这样吧 比如说 妹子想到咱们这间教室来 对吧 早上过来了 过来上那教室来上课 那 比如说走到楼下 门没开 对不对 这比大家 当你进了楼下的大门了 你看电梯坏了 你是不是得走楼梯 对不对 一走楼梯一看 钥匙忘带了 进来不叫教室 对不对 然后你是不是挑窗户 那这 外多路分支 这种潮轮分支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进了一层条件 还有一层条件 再进了一层 还有那种条件 再进了一层 还有那种条件 只要最外层条件不满足 后边都没发生 比如说 妹子想进入咱们这个楼 对吧 这个楼的最底层 那个大门没开 那整个楼里的活动 都不会发生 对不对 那只有进了楼 才一看电梯 对吧 那进了电梯之后 那比如说到咱们这个楼层 再发现 就要什么 对吧 那这都是外层不满足的 里边就不满足 所以它从到处 做这种分支结构 根据情况去执行的 所以说咱们在程序里边 需要执行的 就是只要有这四种分支结构 什么样的分支结构 咱们都可以解决 不用多想其他的 所以这是咱们这些课 要强调的东西 比如说 假如我给你总结的话 假如说我就跟你说 学这个一幅语卷 学什么否则语卷 或者学什么东西 你看完之后 总想说 有没有其他的写法 告诉大家 没有 不管多么复杂的 多么大的项目 只要遇到分支结构 就有这四种东西 一种组合 一种完成的 对不对 这四种应该说 组合完成的 听懂吧 什么情况都会遇到 那具体的预法 咱们从下节课开始分析 好吧 那好 这节课我们就先 叫到这里 好 希望大家能坐公车车 能遇到妹子 请不吝点赞订阅